嘉義一名老翁在騎腳踏車出門之後 失去聯絡家屬相當的召集 請來了救難協會等單位 希望能夠幫忙尋找老翁的下落 這段人員尋找了山區 包括果園在泥泥當中 發現老翁來看這一段畫面 老翁被發現的時候 腳步幾乎有一半是埋在土堆當中 疑似是因為山區大雨泥泞的關係 老翁體力不支才會倒臥在土石當中 而他的腳踏車被棄置在一旁 還有許多的水果掉落在地上 老翁為何會自己騎單車 深入山區抵達這一處果園 還要釐清